嗨,大家好,我是妮可,终于等到了我的刷子推荐 鼓掌 这期的视频呢,我准备了两个月有多 因为其实我本来呢,想要给大家推荐刷子 就是拿我手上我自己本来有的,用的比较好的 但是我选出来之后,发现一套下来,价格真的有一点高 平时是更加建议大家会把自己的预算更多的分在买底妆啊或买护肤瓶上面 所以呢,我就从两个多月之前开始陆陆续续的购入一些新的平价的刷子来测试 那在这一期的视频里面,除了推荐之外呢 我也会穿插的分享一些我选刷子的一些心得给大家 请记得多给我一些弹幕硬币收场还有分享 因为我自己是很少做推荐刷子这一类的视频 所以呢,在推荐之前我会先说三个点 当然如果你是OKOK,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只负责买买买种草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跳过这一段 首先要给大家推荐呢,是Milani的这一套刷子 并不是它整一套刷子都超好用 里面有两款呢,我是觉得还可以,还不错 但是没有到我觉得超级好用的程度 但是我还是推荐整一套呢,是因为单刷一把刷子要一百多块钱 然后我这一套呢,是在他们三八妇女节女生节的那时候 它打折,然后折后之后整一套六把刷子 我买了169块 我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划算 这个呢,我是觉得这整一套刷子里面最就是最好用的一个刷子 那就是他们的,原本应该是腮红刷,就是长这样子的 那这把刷子呢,我目前是用它来上散粉比较多 因为它真的非常符合我眼睛下面的这个大小 就是这样按两下轻轻的拍打 大家看过我化妆的视频,眼下定妆的时候 我不会这样子去划过它 我不是黑眼圈比较皱吗,会上了很多的一些遮瑕 如果我这样子去划过的话呢 这个刷子可能会带走一些粉底啊,还有遮瑕的遮瑕力 所以我每次都是小心翼翼的这样子按压我的眼下 那它的大小刚刚好 而且我非常喜欢散粉刷,它是这样子 就是比较扁平一点的 我这样上的时候呢,我就是这样拍打 这样拍打上散粉呢,我就觉得脸上的粉底不会动 不会出现什么遮瑕力降低啊 所以自从我入了这把刷子之后呢 本来我自己用的那个散粉刷呢是主宝堂的 然后我就没有用它了 就一直在用米拉里的这一款 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是按照它说的 用它来上腮红的,上腮红的效果也很不错 也是因为这样小小的,你可以调节你那个腮红的形状 然后用量也可以更好的控制 但是后来我发现它上散粉更加好用 所以我就用它来上散粉了 在这里我真的是,我不知道米拉里的公关 会不会看到我这一期的视频 如果她看到的话,我很想跟她说一句就是 希望你可以向你们的总公司上级那个汇报一下 如果这个刷子单出,单出一个这样的刷子 然后降一下价的话,我真的觉得你们可以赚多很多钱 因为我就是想拥有这把刷子,拥有两把 没有用过之外其他我都用过 但是这样子就很好看 其实就是我觉得它的毛 每一把刷子的毛都非常的厚实 就一点都没有偷工减料的感觉 我现在是只用过他们家的这一套刷子 但是整一体的印象给我特别好 但是这个系列呢,一共有10把刷子 10把刷子我当时买下来呢 一套是要400多块钱 那可能对于学生党来说 买刷子一下子花掉400多块钱呢 还是会有点心痛的感觉 所以呢,我在这里呢 是先给大家推荐我认为这一套刷子里面 最最最最最值得入的两把刷子 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把呢 是这个很小的一个这个刷子 那我买回来呢,因为是整套买的 我没有去具体看过它哪一把刷子是做什么用途 因为我自己用刷子呢 其实是更多的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来用 不是说你说它是什么刷子 我就一定要那个用途 那这个小刷子呢 我是推荐给大家用来做那一种精准的脸部遮瑕 小瑕疵的遮瑕 首先就是因为它很小 所以呢,它可以非常精准的点到我的痘印的那个地方 第二点就是这么小的一把刷子 它的毛量依然是非常的厚实的 我很喜欢用这种小小的 同时又很厚实的这种遮瑕刷 因为如果一个遮瑕刷 它的毛量是很薄的话 它非常非常的容易 就是有刷痕 就是一条一条的粘在一起 就像你一个星期没洗的头发一样的那种感觉 但是因为这把刷子它的毛量非常的充实 所以在你遮瑕的过程之中呢 不会出现遮瑕的刷痕的痕迹 另外一把呢 就是这个系列里面的这个看起来笨笨圆圆的 毛比较短 结实的那种粉底刷 粉底在脸上你就可以非常快的把它推开 因为它的推力特别的大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刷子 它的毛量是特别的密的 毛很密的粉底刷呢 在很大的程度上呢 是可以缓解就是你那个粉底刷在你脸上的那个刷痕的 当然我说的这个是建立在你这个刷子是比较勤的去洗它 如果你也是用好几次都不去洗它的话 它的毛依然是会粘在一起 那那个刷痕就会越来越明显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两把呢 我都是用来做修容用的 所以呢这两把是我目前 就我作为新手来讲 我觉得用起来特别顺手的 那这两把呢都是来自于Wed&Wild的 这一个粉红色的尖头的这个系列的 首先第一把呢是这个P65 这个刷子呢它是那种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形状是稍微大一点的那种火苗刷的形状 那它可以用来做一个精准的定妆刷 散粉刷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捏成这个样子 然后刷在眼睛下面 然后因为它小小的你鼻梁旁边的这些地方都可以刷得到 那我是更喜欢把它用来当修容刷的 可以刷在这个地方作为日常修容 因为我们日常修容都是用那种很自然的修容粉来修 颜色肯定是比较淡的 那这把刷子呢因为它的毛很柔软 而且呢它的抓粉力是适中那种没有很强 不用担心下手很重啊或怎么样 而且它的韵染力也是比较好 因为这种火苗刷的形状 就是其实本身就是特别适合用来作为运染用的 在这里呢你很轻柔的这样带过呢 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修容的效果 另外一把呢是这个P55 本来呢大家看到它的形状就应该知道 它是一个粉底刷 但是我觉得它作为粉底刷来用的话呢 就是一般般不是那么的好用 于是我就发挥我的发散性思维 把它用作了一个修容刷 结果发现它超级的好用 这个修容刷呢跟刚刚的那个修容呢 修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就是那种软绵绵的 它整一个就是那个毛是比较紧实 然后是比较硬朗一点的 感觉它的下盘特别稳 这样有一点斜上去的 然后中间呢是有一点凹陷的 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适合用来 就是刷下额骨这个地方的修容 非常的契合我的这个脸型 因为它本身是粉底刷嘛 推力就是比较大 沾比较重的那个修容的话 因为它的推力很好 也可以把它推得比较自然 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推荐的呢 是我的唇刷在我的视频里面 出击率非常非常的高 基本上每一个化妆的视频 它都会出现 那它就是来自于九哥的 这个梨花白系列里面的M107 那其实梨花白的这个系列呢 我是很久很久以前买 大概可能有两三年前了吧 我买回来有用过其他的刷子 其实整体的使用感还是挺好的 但是这把刷子呢 我就一直放在那里没有怎么用 它本来是一个眼部打底刷 但是我觉得它的毛 对于眼部打底刷来说 有点扎我的眼皮 那直到大半年前 我就是去参加了Mac那个活动 那个化妆师叫我用这种类型的刷子 来作为唇刷 可以就是让我们的唇部 显得更加的丰满的同时 有一个比较模糊的唇线 那这个刷子呢 我就是从大半年开始 知道了这个方法之后 就一直在用 中间有洗过好多好多次了 但依然可能是因为 它的毛比较坚硬一点点 所以呢它一直就没有怎么 没有变形 偶尔洗的时候 可能会掉一两根毛 但是我觉得还好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榨毛的情况 我洗了这么多次 我觉得它的使用感 跟我第一次去用它 来上嘴唇的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点真的是 在我用过众多的评价刷子里面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耐用的了 一直看我的视频的人都知道 我用的鼻影刷 一直都是用Mac的224 但是那把刷子就单买 就挺贵的 所以这把鼻影刷 是我找到了它的替代品 甚至我觉得它在一定程度上 比Mac 224还要好 用的一把鼻影刷 那它就是来自于国产刷 爱诺奇里面超级大师的 这个M112的这一把刷子 我今天的鼻影就是用它来画的 可以看到Mac的这一把呢 它上面的这里呢 是一个圆头比较平的 但是这个爱诺奇的这一把呢 它是有一个尖尖这样凸起来的 我觉得会更加有利于我们 很精细的时候化妆 我们可能这个鼻头这个部分 你会需要勾勒一个 你想要的那个阴影的形状 在另外的一种程度上呢 可能有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不及224的 那就是我觉得还是Mac的224 它的运染力会更加强一点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真的影响不太大 出来的效果还是一样的 毕竟你在你鼻梁上多刷 大概十下真的也花不了你太多的时间 接下来的呢 依然是爱诺奇的这个品牌 那这把刷子呢 是我第一次买爱诺奇的刷子 只买了这一把当时 之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我除非它没有洗不干净 不然的话呢 我都会拿起这把刷子来作为我的整个眼影的眼窝的打底 我觉得它这把刷子 它的形状设计的我非常的喜欢 它就是这种扁扁平平的 所以呢你可以用它的这样子来上妆 也可以这样子来上妆 它这个面呢也是有一定的厚度 虽然它是扁的 但是它这里是个圆圆的 是有一定的厚度 那这个厚度呢 刚刚好 我觉得用来画下眼影的范围是很好的 然后它的毛量是比较多 很密很柔软的感觉 在你的脸眼皮上呢是完全不会有那种渣的感觉 那这把打底刷呢我是很久之前买的嘛 所以呢也洗过 好有那么好几次了 到目前为止大家可以看到是完全没有变形的状况出现的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满意 其实就是因为这把打底刷真的太好用了 我很喜欢 所以呢在这一次的新的购入的刷子里面呢 我又选了爱诺奇的其他的一些刷子 一套的四个眼部刷子 然后我买的时候我记得是九十多块钱吧 然后四把 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这四把眼影刷非常的值得 如果特别是对于新手化日常妆就买这四把刷子 我觉得就很足够了 好那介绍到这里呢大部分的刷子都介绍过了 还差一个很重要的刷子 那就是高光刷 高光刷真的非常的重要 在这里我很抱歉的告诉大家 在这两个月里面我购入的新的刷子里面 我没有找到一款 我觉得真的可以不输大牌的评价高光刷 但是 但是有一把也评价 但是它是大牌的一个高光刷推荐给大家 那它呢就是来自于我之前新买的这个CPB的高光盘里面配的这个刷子 我后来去了解了一下 它是有单独卖的 那它的价格呢是好像是1000块钱日币的定价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58块的样子 然后你如果早下代购的话 可能你80块钱能够入到一把这样的小刷子 其实也不算是非常的平价 但是它真的很好用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刷子 就算你不买这个刷子也 我觉得也可以看一下 是帮助你以后选好用的高光刷 一定要选这种毛特别软 然后比较长一点的 如果你选那种非常扎实的高光刷的话 你刷高光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心累 高光刷在脸上 本来就应该要有一种很轻盈的感觉 如果你用那种像粉底刷这种很结实的刷子去刷的话 你的高光在你的脸上就会显得特别的夸张 一点都不自然 没有那种轻盈叮叮的那种感觉 我也不知道我在形容什么 就是你们能懂吗 所以呢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大家以后买高光刷也是选这一种 它的毛量没有特别多 没有特别紧实的 但是它的毛比较长 很柔软 这种稍微有种松散一点点的那种感觉的刷子 来作为高光刷 非常的完美 我除了平时会用来刷CPB的高光之外呢 我用Hourglass的高光 或者说用我其他的一些高光呢 只要是粉状的我都会想要用它刷 那这一期的评价刷子推荐呢 大概就到这里 其实我自己呢 虽然不是那种刷子的狂泛 喜欢收集那种很多不一样的刷子的人 但是我还是对刷子挺感兴趣的 如果你们有一些就是国产的刷子觉得做的特别好 然后颜值又还挺高的话呢 可以在弹幕啊或评论里面推荐给大家 我有兴趣的话我也很想要尝试一下 那因为今天推荐的刷子呢特别多 所以大家看完这期的视频可能会脑子会有点晕晕的 会觉得啊每一个都想买 这个时候呢我建议你可以到我的微信公众号去查看一下图文版 我还是会把这些刷子的一个使用感受的文字写出来 那你就可以更好更直观的去对比一下 最终决定自己买哪一个更适合 那这个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